204都出来了 24105 是吧 小三元 大三元 超三元还马上出来了呢 超三元早就出来其中一款最常用的 28702 那瘦子现在卖到快三万了 卖到三万了 刚刚的 绝对堪比定交景头 是吧 所以说 加能在影像行业内 还是有不可撼动的地位 所以说 开个玩笑 加能那么差 我为什么还要用加能 我是交了好多学费的呀 尼康全套 全系列 所有机身镜头 200毫米以下的镜头 我全用过呀 没有一个没买过的 加能也是全系列全套 全买过了 全都用过了 然后 索尼都试用过 没买过 为什么呢 每次试用 我就特别不满意 所以我就没买就回来了 一直到现在 我基本上经常去试这个索尼 都没买 因为实话实说 我用加能 虽然加能这么好 对加能还不满意呀 所以我就也试富士 也是索尼 就常用的就这几个相机 包括哈搜 我都试过 是吧 最终确定 最终确定 只能用 加能 这期节目就到这 谢谢 谢谢收看 爱的 我先做一下 这期节目 主要给大家 谈一下 佳能相机的最新的RF顶级镜头 目前 还有一个就是RF 100毫米微距 这三个镜头 这三个镜头呀 超级牛 为什么说超级牛呢 目前带领着 加能光学素质的最高境界 没有别的可选 这镜头现在卖的多少钱了 我刚开始的时候 加能的51.2 可能是12000买的 现在二手的需要15000到16000 全新的卖到18000了 你想想 他好不好 肯定好 我把俩51.2都卖了 那我是玩出来了 为什么说这三只镜头 现在真的好呢 不是半熄一星半点的好 是太牛了 这三个镜头我都有 我都有啊 有些人老觉得 为什么最新的器材 我都买呢 是不是我特别有钱 我确实挺有钱的 我确实挺有钱的 钱不是问题 我就想要好东西 我就想要好东西 这个镜头好到什么程度 首先咱们说RF的51.2 这只镜头 如果是拍个小电影 为什么说好呢 他还有一点要跟大家强调的 这几只镜头不光是照相好 他摄像现在特别牛 关键是 这是重中之重 所以说现在这个时代 已经进入了这个视频时代 所以我们很多镜头的这个研发 与摄像挂上了很大的关系 所以说RF为什么厉害 它摄像出来的效果 基本上跟电影一样 特别牛 第一 最近对焦距离近了 零点四可以随便玩了 第二 焦外虚化超级好 第三 他拍摄的照片 这镜头就跟没玻璃似的 显像性特别好 就跟你眼睛直接看到的物体 没有任何阻拦 没有任何经过镜片过滤的素质一样 真实 特别真实 还好看 那一个镜头里边是十几个镜片呢 那照出来那个像就跟没镜片一样 超级棒 显像性特别好 不说什么立体色彩 都一流的 所以说目前来说 佳能几款镜头里边 RF的51.2 我个人 个人 仅一加之言 我个人认为51.2是最好的 后来出了个85.2 RF的85.2 一出来我就买了 我用了佳能的85.2之后 感觉它的素质没有RF51.2做得好 实话实说 但是85.2现在因为它焦段长呀 可能人像摄影里边常用卖到了一万八千多 那个带散交的那个卖到了两万多 价格不便宜 但说实话价格也不贵 为什么呢 索尼镜头出来之后 索尼这个家伙价格蹭蹭蹭标上去了 所以搞到佳能一看 这怎么着 我这产品也不比索尼差呀 那我也不便宜 所以现在 佳能这RF镜头出来之后 哇 一列收割你的财产 一系列 在摄影爱好者和专业摄影领域里边搁麦子 都贵呀 2470我买一 2470好价好 一万七千九买的 现在你要买一个RF51.2 一万七 买一个佳能的 这个RF的 85.2 两万 是吧 都不便宜呀 原来EF的镜头哪有这么贵 没这么贵 而且现在还没货 不过这两天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这个镜头毕竟它产量 产量在那放着 然后需求可能比较少 就是RF的 一百微距 这只镜头现在已经低于一万了 一万以下就能买到 刚开始的时候卖一万六 一万五千九 我买的是 一万零九百 素质超级好 细腻 清澈 画面干净 在这儿要说一点 有些这个爱好者或者说有些玩家经常老说呢 哎 那五十一点二跟五十一点 一点四光圈就差那么一点 就没什么差别 真的错了 他们的顶级镜头 不仅仅是分辨率高 它那个成像特干净 就这个色彩掺杂特少 真就像我说的 刚说的就跟眼睛看到的一样 就像这个镜头没玻璃一样 特别棒 但是你别的镜头就不行了 你看这个五十一点八素质也特别好 那照片不干净 特别浑杂浑浊 那五十一点二那照片就特强 特别显向性特别好 立体感 胶外什么不用说了 五十一点二那胶外虚化的 哎呀 那种散胶过斗的特别舒服 而且这些超高级镜头拍出来的照片一点不晕 哎 所以说大家 你不用信说什么 驶马了 腾龙了 镜头成像也不差 是确实好 不差 包括尼康 说实话 他们拍出来的照片晕 佳能牛逼就牛逼在这了 你不服不行 所以说我现在把这几大品牌玩过之后 佳能确实是最牛逼的 这是我是仅仅一家之言 我不跟人家抬杠 不跟谁反对 我目前的认知来说 佳能就是最牛逼的 东西确实好呀 而且你想要啥 他就给你能造出来啥 你不